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1608年,一个荷兰商人发明了第一架小望远镜 随后而来的伽利略自制望远镜带着人类踏上了探索宇宙的新真诚 然而,不管是伽利略的折射望远镜 还是放大倍率大了数百万倍的反射望远镜 都无法看到最清晰的宇宙图像 地面和太空之间存在一道屏障,大气层 它吸收反射了来自宇宙的紫外线 大部分红外线、X射线、Y射线等各种电磁辐射 只有可见光,部分红外线和射电波可以穿过大气层到达地面 大气是流动的 大气层的湍流让拍摄下的图像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样闪烁模糊 要想得到最清晰的图像 将望远镜放置在大气层之外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 1990年,哈勃望远镜映悦而生 哈勃望远镜由多个观测系统组成 我们看到的那些高质量图像主要依靠的是光学部分 它采用卡式反射系统由主镜和附近组成 它们的口径分别是2.4米和0.3米 天体散发出的光线会被主镜反射到附近上 再从附近出发 穿过主镜中心孔从而在主镜的胶面形成图像 哈勃望远镜能观测到的最大波长为1.8微米 极限星等为30等 星等代表天体的明暗程度 星等越大,它越暗 哈勃望远镜能看到比地面望远镜看到的弱50倍的天体 图像还比地面望远镜看到的清晰10倍 它探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是GMZ11 这是宇宙诞生4亿年后的样貌 这已经到达哈勃的极限 它无法再看到比130亿年前更早的宇宙了 哈勃望远镜在射击之初就被设定了观测的波长范围 它只能观测到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光 并且它的初衷是为了看得更加深远 而不是更加宽广 因此哈勃望远镜能观测到的范围是极小的 要想探索更大更全面的宇宙几乎不可能 但哈勃的继任者詹姆斯微博望远镜 将在我们到远超哈勃极限的地方 微博望远镜的口径为6.5米 是哈勃的2.7倍 它除了能看到可见光谱外 还能看到红外波长 拥有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哈勃在观测大于1微米的波长时 就已经存在困难 但微博望远镜的观测能力达到了惊人的30微米 光的收集能力是哈勃的6倍 据说它可以观测到宇宙的第一个星系的形成 甚至目睹宇宙的第一缕光辉 微博望远镜的镜面由皮制成 能在绝对零度的环境中运行 不发生形变 同时望远镜还附带一个由太元素制成的可折叠支光板 将其展开后有网球场般的大小 其有5层 能完全屏蔽太空中的电磁波干扰 尽管微博望远镜比哈勃望远镜大得多 但重量却只有微博的一半 从综合能力上来看 微博望远镜远超哈勃100倍以上 微博望远镜预计在2021年发射升空 相信在那时 它将带领天文学进入另一个新时代 向我们揭示宇宙的形成 展示隐藏了数十一年的伟大秘密 本期内容到这里结束 喜欢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